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這個 很好的環境的地方 見到很多人 在排隊做什麼呢? 做眼底智能測試 對啦 英文名字叫 AI Fundus Examination Report Fundus的字 我也第一次聽 原來是Fundus的字 在Google 解釋了 是 Inside the back surface of the eye 在眼底 就是眼睛最後的部分 對啦 做一個測試 怎樣做測試呢? 是用木機去拍 幫你拍一張照片 用智能去分析 你的眼球各樣東西 對啦 還有是看著一顆綠色的點 對啦 叫你的眼睛 Focus在那一點 接著他就會拍照片 對啦 吃拆 有一個智能AI 幫你做分析 有十個項目 之後是分析出來給你看 我覺得是不錯的 因為其實用可能是五秒至十秒的時間 痛不痛的 不痛的 是嗎 其實是看著鏡頭 看著那個綠色點 接著他就拍張照片 就可以測試到很多東西 譬如我也講一講 其實他會第一測試到什麼 動植物 動物的硬化風險 另外就會是 糖的代謝風險 對啦 Fundus 對啦 就是糖尿病的風險 另外就會是貧血 對啦 貧血的風險 都可以拍到這些東西 也可以的 一個照片 都可以拍到 原來眼球已經是看到 你會不會有這個貧血的風險 對啦 有沒有糖尿風險 有沒有糖尿 對啦 Glucose 另外就是心腦的血管 對呀 血管風險也有關 還有呢 Cognitive Impairment Risk 中文叫什麼 認知障礙 認知障礙 這張照片 你的眼睛會認知障礙 你有沒有 我是低風險 我也是低風險 我是低風險 然後還有 如果眼睛 大家都會知道 是黃斑 黃斑視力的風險 這個 Macular Vision Impairment Risk 這個我也是低風險 OK 我也低 另外就是一個 很特別的 叫可吸入果粒物的風險 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說 很多時候 譬如你跟人出街 可能你吸入一些二手煙 那樣東西 對身體是不好的 或者花粉 或者花粉 或者很多 風沙 嗯 出來出去 撞到眼睛 應該是這樣 那個風險程度 是的 另外就是 那個疏死的風險 Southern Cardiac Death Threat 是的 出死的風險 這樣也可以測試 Southern Death 是的 Southern Death的風險 OK 我也是低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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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現在還有一個 叫做 眼球的 Retinal Age 是的 究竟我的 視網膜的年齡是多少呢 其實我是 高了一點 比我自己的實質年齡 我也是大一點 大了四歲的 我也是大了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測試 其實是多好 做一個 還有一個 Brain Tumor Risk 是 是 Brain Tumor 是不是 腦腦的腫瘤 腦腫瘤 我也是低風險的 我也是低風險的 是的 而其實這個是做一個參考 因為它不是一個正式的醫療報告 是作為參考 然後要跟進 真是看醫生的跟進 回到哪裡 用Retinal Risk 所以如果你是我們本身 NPF 或者團體醫療的客戶 我們可以跟你安排的 AIA Energetic 除了嚴眼這個program 可以做 還有其他不同的 Agevity 可以安排的 歡迎任何HR 聯絡我們 Brain Tumor Brain Tumor